感冒生病 不少人會希望醫師開個抗生素 才能快快康復 但若是大病小症都要累他 效果可能會越吃越差 最新全球研究顯示 每年有數百萬人 因抗藥性細菌而喪命 預計2035年 全球人口平均壽命 將縮短1.8年 甚至到了2050年 每年將有1000萬人因此死亡 甚至高於癌症死亡人數 抗生素使用越來越多 抗藥性的機會就會變大 他會尋找怎麼樣來避免 被這些抗生素殺死 第二個來講就是說 一些正常的細菌殺死了以後 困難的這種細菌 他就相對的就殺不死 以台灣加護病房中 最常見的死長球菌為例 從2007年到今年 抗生素抗藥性比例 就成長了1.88倍 第二常見的肺炎克雷白氏菌 抗藥性比例 更是成長了10倍之多 另外台灣的頭號超級細菌 包是不動感菌 抗藥性竟然高達7到8成 更有研究顯示 和一般細菌相比 抗藥性細菌的致死機率高出66% 患者住院天數也增加7.5天 一般感冒因為大部分是病毒 所以不該吃抗生素 治療的時候並不是重感冒 就必須要用抗生素 如果是確定是一個細菌引起的話 我們吃抗生素要吃到滿才可以的 台灣兒童感染症醫學會理事長 邱鎮巡也強調預防中余治療 會與民眾透過日常的預防措施 降低病菌引起的感染 間接減少使用抗生素的機會 記者與盛行莊一軒曹文靈台北報導 文靈ude 文靈ude 文靈zza 2 文靈 田 。